大家好呀 现在入归坑的萌新小伙伴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人一多难免出现争论 甚至是不和谐的声音 这也难怪 现在网络太发达了 各种良又不齐的养归信息 无时无刻不再冲击着新手归友的感官和认知 思想也难免出现一些偏差 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刚入归坑 或者正打算入归坑的小伙伴 提两点小建议 希望能让小伙伴们少走弯路 少收壳 第一点建议是刚开始养归不要贪多 认真养一只就好 我知道有些朋友入归坑 就是为了玩品种玩收集 养一两只归没什么感觉 尽管如此 我还是建议先认真养一只归 积累足够的经验 再慢慢增加归的数量 不要一开始就买很多归 搞得自己手忙脚乱 甚至酿成群体收壳的惨剧 另外养归数量跟饲养条件和空间大小也有关系 说白了就是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 比如我拍视频也快一年了 只入了草哥八哥花哥三只小龟苗 尽管我现在很缺视频素材 就那么几只龟反反复复拍 但只要我的条件不升级我就不会继续入归 否则龟住着难受我打理起来也麻烦 很多新手喜欢把买来的一群龟放在一个缸里大密度浑养 这就是典型的条件不允许还要入归 养殖场和龟商暂时储存货物可以这么搞 但想要长久的饲养下去就不太合适了 在条件和经验不允许的情况下依然大量入归 让自己感到兴奋和刺激 这不叫收集 这叫收集癖 很多养龟顶流up其实也是玩收集玩品种的 可以参考这些大佬是怎么做的 一个货架 上面摆着一个一个龟缸 根据龟的品种 性格 大小和容器尺寸 单独或者两三个养在一起 其实只要自己喜欢 有条件有经验 合法合归 那么养多少龟是个人自有 没什么对错之分 另外先养一只龟还有一个好处 当发现自己只是三分钟热度之后 退坑也方便 如果一下子入的龟太多 自己突然不想养了 很容易把自己搞得进退两难 然后是第二点建议 不要太迷信 大佬都是踩着龟壳过来的这句话 首先要肯定这句话本身是有一定道理的 很多养龟人都有通过一只龟的离开 而吸取某种教训的经历 但现在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这句话的本意是着重吸取教训 而现在部分人的理解重点放在了收壳上 不要拿这句话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解 这样会拉低自己的下线 让自己对收壳变得麻木 收壳就收壳呗 反正我又向大佬迈进了一步 如果误解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那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别把这句话当回事 有些收壳不可避免 不用过于沮丧 但千万不要让自己对收壳变得麻木 以上两点建议总结一下 就是认真对待每一只龟 尊重生命之类高大上的话 前人之术背意 我就不啰嗦了 咱就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讲 认真对待这些小动物 不也能减少自己的损失吗 再有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希望我的这些浅薄威严 能对小伙伴们有所帮助 视频的最后 纠正一处我去年甜甜圈规专题中的错误 当时我说佛州甜甜圈规是半岛违规 不是核违规的佛罗里达亚种 但是那时候的信息已经滞后了 现在核违规佛罗里达亚种 已经从核违规中独立了出来 现在是违规属中的独立物种 名字叫佛州违规 没有核违规的那个小前缀了 如今佛州违规才是根正苗红 正儿八经的佛州甜甜圈规 当然国内龟虫市场上的佛甜 很多时候指的是半岛违规 这个是没问题的 大家了解就好 我们日常养规没必要纠结这个 也是感谢阿斯哥的指正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